幸福好时光 我曾经念过一篇文章 充满了励志性 对我一直不后悔 当心灵鸡汤的作者 因为无论如何 在很多人沮丧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光明的语言 我就继续把我的文章 继续聊下去吧 寻找光明的人会遇到阳光 而有丑陋之心的人 也会碰到另外的丑陋 黑吃黑就是这样来的 这叫做吸引力的法则 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这个老话 可以拿来这样解释 你不用在意每一个坏人 因为回力标 会回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真的人生很像回力标 我以前也是一个 就是懒惰鬼 然后很多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就会自己逃掉 后来发现说 你不想做的事情 他会回过头来考验你 比如说我们四十几岁 突然去生你个孩子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想 用脑袋想避免掉一些 养儿育女的麻烦吧 很遗憾 我必须真的很坦诚这么说 可是到后来你会觉得说 原来这种甜蜜 是你需要的 你的这个混合着痛苦 与甜蜜的育儿过程 原来也是你内心深处的某一种需求和召唤 你逃过的事情 如果幸运的话 回力标回到你自己 然后你要接招 对不对 那么坏人没有好处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 不坏人通常不知道自己是坏人 他只能叫做内心阴暗 就好像鬼灭之刃 那些鬼你觉得他自己很坏吗 当然没有 那在网络上很多 他用刀跟刺 在攻击无辜者 有的人他还有什么教授 还有什么医生 就是他也许有一些 堂而皇之的瞑目 但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在攻击 看起来好像跟他不一样的人的话 可是请问 他能够得到什么好的礼物呢 还不是随着某一种东西的萧条 一朝天子一朝城 如果天子患的人 恐怕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些人不是坏 有些人是真的坏 因为他居心否刺 有些人是无知 比如说我后来在讲 我最近在讲莎士比亚 都会有那种没有脸的人来攻击 比如说你讲西方文学 你就不爱台湾 我今天想说你真的是 哎呀 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教育教出来的 你有受过国民教育吗 那我不知道这位英国的伟大作家 到底得罪了谁的意识形态 他是英国人 你也不要无限上纲 他到底是挑战了谁的无知呢 我说真的 为什么人要坚持做一个好人 我从14岁到台北来独自求学生活 当然我爸妈有给我一些生活费 那么平安顺利活到牢 靠的当然不是武力 也当然不是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 那么其实我们靠的是什么呢 就跟这个田亮希威廉斯在《欲望接车》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靠的是很多陌生人的仁慈 所以我也愿意给别人阳光 甚至送给正在阴暗中的 忧郁中的人心灵鸡汤 当然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救 但是你发散阳光总是可以吧 那其实呢 有一个我的座右鸣 应该是德瑞莎修女的语录 当然了也有人考证 这不是德瑞莎写的 而是在他的印度的 或孟加拉的墙壁上有这样子的词句 好他说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 没有逻辑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 人们可能还是会说 你自私或动机不良 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 各位这是宗教情节 我们虽然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我们可以有 因为可以有叫做不会为难自己 不要质疑这世界上 为什么有人那么坏 当你功成名就 你就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 和一些真实的敌人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你没有必要因为 你爬到上面去别人拉你 你就觉得说 我不要这个 太出风头好了 好这不是德瑞莎修女的想法 好再来 即使你诚实而率直 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维持你的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 有人在一夜之间 企图把它摧毁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去当你人生的建筑师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 很多人会嫉妒你哦 但是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 人们往往明天就忘记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做好事 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 都给了世界 也许这些别人还嫌不够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把你最好的东西 给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生 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 你有你的信仰也可以 随便你那个上帝上天 是谁都可以 而绝不是你跟他人之间的事情 而任何一个人呢 并没有资格用自己的自私 偏颊意识形态来控制别人 我们不要跟大家变成一丘之珠啊 为什么用珠字呢 它长得很像那个一丘之盒的盒字 我其实有时候很怕 有些人他看不懂 所以一丘之珠比较好玩 不要跟那些你不喜欢的人 变成了一丘之珠 谢谢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今天有遇到一个老朋友 我们两个以前都曾经在影剧圈 不过我们两个真正认识 绝对不是在影剧圈 而是在很多年前我在开餐厅 他也在开餐厅的时候 好 简佩恩你好 南如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恩 好久不见 你真的了不起 你跟我说你一天工作15个小时 还可以维持着这样的身材跟美丽 没有耶 其实眼神 你没有带着沧桑跟憔悴 我又看到你最近在开新的店吗 跟一个这个德国慕尼黑甜点大赛的世界冠军在合作 对 对不对 我们合创了一个新的品牌 它是实体店吗 目前呢 其实正在规划实体店 那目前是以就是在跟我们毕可蜜 做一个联名产品为主 那现在是线上 好 那个你刚刚讲的 因为我们很怕那个有人来检举 我们为什么做广告 你刚刚讲那个是你的奶茶品牌 对对 是我的奶茶品牌 然后是实体店 是实体店 然后有几家 目前来说是六家 哦 对 那这个在疫情的期间之前开幕的 对吧 对 其实有两间比较辛苦是在疫情 我们可以叫BX密 这OK 对啊 BX密OK 对 就会卡住 因为有时候讲太顺 对 对 其实有两间是在疫情前 我们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开幕 然后两间是在 就三四五都有开幕 所以也就是疫情间你又多开了四间 疫情间五月 这次五月比较严重之前 大概开了 对 三四间 所以表示他生意OK 所以他才会一直开啊 可是疫情期间其实 当然我知道奶茶店不受影响 但其实还是受影响 其实是非常受影响的 对 就是我们的客人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对啊 那你只要分流不上班 所以那几个月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我用辛苦两个字 真的大家应该无法 你只要开餐饮的朋友 我觉得你都可以理解 因为说真的店租要付 员工要付 然后原物料 你不进也不对 进太多也不行 很多人会以为你们可以领政府补助 但是我算过了 你差不多有一百万亏掉了 可以拿回十万来 而且还你要维持原来的营运规模 对 但是这个很困难 你总是会把现金流 所以很多店倒掉啊 对 撑不住 可是你已经了不起了 还可以再开呢 我们是刚好在五月之前开 那有一家真的很辛苦 是在开完第二天 就三级警戒 是 对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这疫情之后 思考很多 就是怎么转型 然后甚至说 像说真的 我不是一个很会 操作线上的人 我不太会用FB 然后我就很常 把我的什么Live删掉 我也不太会什么 加一买东西 不久就会了 多买几次 对 所以我到处都在 我现在也都在线上买 对 我就觉得这是必须要 要学习的 因为虽然以前可能 你还年轻貌美 绝对没问题 没有 当然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心好累啊 好 简佩恩做餐饮到底做了几年了 我投 我真的是你的时候还不是第一间 对 我投资很早 我三十岁以前 就投资餐厅 那时候是泰式 那时候投资是因为觉得 当艺人很没有安全感 那时候刚出道没多久 这是真理啊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标会 你知道现在标会可能很多年轻人不懂 什么叫做标会 就是大家每个月要缴一笔钱给某个人 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标会 不要来去投资 第一笔钱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当艺人 刚开始出道 其实没有赚什么钱 钱非常非常少 对 然后运气还蛮好的 还会被捣账 有时候 对 还有那个收不到钱 拍戏有时候会收不到钱 那运气还蛮好 是那时候我们是开在101 所以一开始生意其实就蛮好的 因为那时候101是世界高楼 就开始客人一直来 那那时候真的太年轻 不懂 你就觉得人 然后就是又开始有钱进来 其实我们完全不懂所谓的股权 商标 是 对 你只会就是闷着头一直做 而且后来我又在拍八点档 根本没有空管店里面的一些 结果呢 结果就是在于 刚开始有赚钱 一听就知道 刚开始误以为自己说 哇 养了一只金鸡母 对啊 我以后就靠他退休了 其实我跟你讲 因为这心态我也有 我很了解那个心情 对 对 但是当然后来发现 其实股东之间 对于一些未来 然后还有可能财务 然后甚至在股权上 都有一些问题跟纷争 那所以渐渐的 我大概在10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开了一家意大利面店 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 对对对对 就2010年 那时候我小孩刚出生了 小熊书房刚开 对对我们还去小熊书房 你还带我去小熊书房 那时候生意好的要命对 对 我也误以为我养到金鸡母呢 对那个时候你就是你觉得餐厅 其实很好 感觉好像比艺人还 还不能说好赚 至少说他有在营运 稳定现金流 对然后长期 可能觉得他这种荣景 可能可以到你60岁 原来发现都是一场幻梦 所以后来就说 也就撤掉了 对后来我当然我就 可能我就比较就是没有参与金 但是其实这中间一直在 我觉得从哪里跌倒哪里 站起来 我大概在13年拍完八点档之后 我就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艺人投资 很容易被骗 然后或是艺人投资 大家都说失败居多 那我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 先沉淀一下 我觉得要先检讨自己 问题是在哪 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财务我也不懂 所谓股权商鞋 所有真的做生意的美感 我都不懂 我不过就是把钱投进去 然后就做一些 什么设计啊 装潢这些表面的东西 你知道他们有时候 比如说 请问你是受欢迎的明星 那么所有的股东 也是希望说用你 万一开幕的时候 对对对 剪个财 就是用来 那时候就有板面嘛 用来吸金薄板面用 对 但是我说真的 我看过很多甘骨的艺人 但是像简配人这样 这么亲力亲为 而且真的是 往死里做的 还真的没有 所以这就 我那时候看到的 就是很敬佩的地方 而且他是真心喜欢这个行业 对我发现 其实我是个工作狂 我对于做品牌 我对于从没有到有的东西 我会非常有兴趣 例如说那个奶茶店 就是从一开始 他的logo发响名字 然后到产品 我真的都参与其中 我觉得我很享受在 在这个 他东西生出来了 然后我觉得 哇很有成就感 然后有时候听到大家说 你东西很好吃 很好喝 我也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 但只是说你真的投入之后 就像那时候为什么 很多人都说你真的很笨 就是八年党干嘛 好好的 有戏干嘛不拍 八年党万一 你要真的拍下去的话 假设好了一集三五万 连续播个三十天 那也有一百多啊 对不对 我仔细说 对其实说真的 我现在创业的钱 真的都是从八年党这样 一桶一桶的 就是先存下来 再一桶一桶的消掉 我要讲的是后面 后面这个 其实我觉得 我们也当然也访问过 很多女明星 而且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 前不久这个苗可丽来 他们买了一个店面 然后做一个娃娃店 他说那你 他说每天都在那里站缸 我说对 这现在是满足自己的喜好 对不对 那请问有没有收入 他说没有啊 我说我真的不相信 你可以多站 你可以站得了几天 因为你的热爱 你可以站得了几天 不是收入的问题 对真的 可是说真的 你真的没有自己 下来做之后 其实你真的不懂 这么多事情 所以中间我还去 就是报名了那个 政大的创业主办 因为我觉得 我不懂的地方 我就想要多学习 然后去上了财务课 然后学习看报表 因为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懂报表 知道这个账 至少我要知道 这个手机多少钱 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我的毛利各方面是多少 然后消费者 可以接受的程度 是多少去算 以前这个都没有想过 你走的路 大概跟我差不多 虽然我曾经是法学院 法商在一起 但其实我没有修过商学课 所以我后来回去念商学院 是因为 其实我内心知道 我怎么这么蠢啊 对 我懂 我怎么就来开店 我连被骗的都不知道 我以前真的是理财 赚了很多钱 因为我不想跑银行 因为我自己有一点惰性 然后就托人家管 所以后来发现说 按钱怎么也没去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我也说 而且你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说本来这么可信的人 可是遇到的 当你不会看财报 或当你不管钱的时候 他可以这样把钱挪走 这件事太让人伤心 对 我觉得就是报表这件事情 说真的 大家好像觉得好像很简单 其实我觉得他后面 数字背后的原因 什么东西 你真的都不知道 对 你只是觉得 好像有赚钱 例如说你现在跟我说 一个杯子可能十块 我现在就觉得 十块是什么材质 我就会开始问 十块是什么材质 然后它是什么多大容量 对 要是以前十块 好便宜 才十块 那你就会中了某一些圈套 花了一堆东西 搞了一堆 其实没有消费者要的存货 对 在仓库里面 因为你拿到食品 你就发现说 我怎么都送不出去 对 或者搞到一半 那告诉你说 这要加价 那要加价 尤其是装潢 什么都有可能 对 尤其是装潢 实体店遇到装潢 所以真的就是腿软 创业是一个让你慢慢 就是学精明的一个过程 但其实无论如何 不管赚或赔 老实说创业过程 到最后 如果有获得 final的成功 都很欣赏 自己曾经有过 这样的艰难过程 我只能说 你看我有点 语色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问 那个简佩恩的过程 那他怎么样 率领他的奶茶店 然后度过这一段疫情 其实还真心酸呢 幸福好时光 我们先来讲 我们认识的时候的 那个意大利面店 那时候我们在开小熊书房 但后来经过了很多波折 我后来发现在乡下要应付的 跟在这个都市不一样 因为乡下那边 我们当时应付一个东西 非常困难 就是当你把那个附近生意做起来了 那公家机关就想经各种方法 想要回收那块地 为什么 因为背后有财团 想要把你的地 用征收价买走 然后做饭店 我这样简单讲就好了 就黑幕我不想讲太多 不然免得 那个某个数字加起来的 又来攻击 当然现在没有这个状况了 那当然后来地价掉下去 或因为某一个地方的观光 突然生意不好了 你知道吗 那个人家也不要了 全面撤资 当地的居民就不会再收购了 又回复以前的生活 但是容景其实也不在 那你要面临的事情 我跟你讲真的多 尤其餐饮业 有人动不动来检举你一个 他是辖院报复 但是你也会就被什么各种局抓去询问 尤其是明星 对不对 对 周杰伦也被恶告过好几次 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可能都觉得 艺人好像做生意 做其他东西都相对顺利 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看的都是一个 比较表象的东西 那在背后其实包括我们必须承受的压力 还有我们都必须要更谨慎 像我那时候意大利面刚开 还没开之前 就是附近住家就开始抗议 是 对先抗议 就你看都市遇到的也是这种状况 对 我们那个连离我们一公里的都要来分钱 一公里也太过分了吧 不然我们乡下乡下 乡下一公里感觉比较近 对就是如果一公里我们再盘挂整个东区 对但是只要是那个就是 你要是一般人就算了 你只要是一个艺人 然后有目标开 因为他有了一个头 就是不管出了任何大小事 别人开店没事你开就有事 对而且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我是算真的很 我觉得我是很奉公守法 就是我们全部都是遵到法规 像我们那时候一大一面店在开的时候 当然可能 也许可能礼数没有做好 或是什么 当然也许可能让有些邻居不开心 那我不知道是谁去检局我们 说我们偷店 其实我们是 因为他是旧的社区 这还上新闻 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我真的红翻了 是早上九点 公司打给我说 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店门口 因为有人打电话去某周刊爆料 说我偷店 所以就是SNG车都来的 还好你年轻不然感觉自己快中风了 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可能还有龙大 然后就想说我们都没有 对你真的就很坦恼 你就去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后来说好像是 因为我们他们本来是家用店 但我们必须把它改成是营业用店 只是他们的电箱放在某一户 不是在我们这一户 然后他们进去换店 台电的人员进去换店的时候 可能他们误会了 觉得我在偷他们的店 但是后来连台电的人都出来 就是跟大家说 我们完全就是遵照法规 就是他来证明你的清白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媒体就是这样 他在大街上打你 后来在小巷子 有人出来帮你澄清的 他不会报 他的 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还好 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 那时候好像还 FB还不盛行 就还不是有自媒体的时候 大部分只有 还不是个Google时代 对还不是个Google时代 所以只有纸本 大部分是纸本 那当然这件事情 可能就慢慢过去 可是说真的 因为这样子 你受到的 当然你说 你心里有没有很受伤 就觉得说有事可以讲 那为什么要诬赖我 对 而且还找到就是可能就是 很多人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真的只是想做个小生意 然后就是卖个自己想吃的意大利面 你那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累 但我的个性是我不是那种 遇到困难我就会退缩的 因为我觉得我全部都是遵照法律 我 站在这里我也不怕 但后来我们店还有就是被丢那个 因为我们是玻璃门 还要就是不知道被谁恶意丢 丢东西想要破坏 这都是心酸 只是因为我们都不会在对外 讲这些 对我们都算忘了嘛 就沉默成本 对 你遇到的事情 我以前也遇过 我不是被什么偷电 因为我们那个乡下没什么电好偷 也没有什么电比较复杂的 我被告是什么 发的新闻 也就是全部记者 哇不远千里都跑到宜兰去了 就是 现在反正我不是我做的 就是我的弟媳妇 他们就是另外的经理人在接 我才敢讲 他说是我 我们员工乱倒垃圾 都没有付清理费 然后我就只好也是自己跑过去 然后把那个水电费 因为宜兰的垃圾清理费 是付在水电费里面 照比例征收的 拿出来说我有付啊 你到底哪里来的控告 原来他们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 就乱指控 没有打点好 那大家都会以为 就是说 很多人就会说 就是因为你不懂敦亲木铃 我其实那天 有时候我会对这句话很生气 我问你什么叫敦亲木铃 我们当然合法做事 所以如果敦亲木铃 是你要去送那些 什么代表 什么什么 旁边邻居 全部每个月送他红包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要敦亲木铃 这件事不合法呀 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同样的心情 然后你说的那个破坏 他们还会 我跟他没罪 因为那边没有那个监视区 他们很厉害 就是他现在得不到他的目的 他来刮顾客的车 你刮顾客的车 然后顾客去报案了 诶 警察局还回来说 你是为了餐厅要做宣传 请问谁要做这种宣传 对啊 是不是很类似 对 各位艺人真的不要 不要创业吗 不是不要开实体店 现在的艺人比较幸福啦 因为其实现在因为自媒体的关系 对 现在他们没有人开实体店 对 大部分可能都是用IP啊 这样子 现在的艺人真的比较 比较幸福 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尸体店 我不开了 你不要这样 但你现在看起来还蛮厉害的啊 可是刚刚你讲到说 那个奶茶店 无论如何啦 大家觉得说 其实我有观察过 疫情三级警戒的时候 的确只有奶茶店有生意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外送 但是论生意也不如以前多呀 对 那你是怎么样撑过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 老实说 因为虽然是可以外带 可是因为我们的课程 大概是以上班族为主 所以他只要是分流 或是大家不上班 其实你人数出来少 因为办公室以前会订嘛 你现在办公室没有人了 谁要订饮料 以前只要有人请客 就拱他 就是楼下的饮料店 对 然后下午 就喝个下午茶啊什么 那现在没有人上班之后 你真的整个业绩真的是对班 那所以那时候在店已经开了 你说要收 你也不知道未来 你只能就是咬着牙真的撑下去 所以像以我们在其中一个门市 像我自己就负责外送 我都自己去送 就朋友认购饮料 然后我去送医护 每天人家打架 自己开车去就对 自己开车去 对 然后还自己联系医院 然后说我们是谁谁谁 然后我代表什么什么公司 然后想要送你多少多少饮料 这样 我常常就是真的戴着口罩去 然后有时候人家说 就是有时候被认出来 他就说你自己轻送 我说对 因为你知道 第一个你想省钱 因为你觉得找外送 就是真的也没有赚钱 然后你能省则省 所以我就 当然我自己的人力 其实也是一个成本 可是你就会 不会把这个无形的东西算进去 然后我就自己送 然后每天我大概 那时候我不是在拿饮料 不然就是在送饮料的路上 不然就是在送饮料回来的路上 心里的OS是 就是说我好好的女明星不做 干嘛来送饮料 好等一下再来聊 其实在我发现 疫情的时候有饮料店 但是要这样自己辛苦做的 还不止你 我觉得真晚题也差不多 对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 只要做餐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真的都是非常辛苦的 是的 就必须自己亲力亲为 送饮料也都自己去 好我们待会再来聊 好幸福好时光 你那个叫什么 这个你的品牌 有个叫必擦蜜 什么珍珠奶茶洗髮精 对 其实因为我 我其实 它是洗髮精还珍珠奶茶 它是洗髮 它是洗髮精 它其实 这跟奶茶店差很多 其实我在这个必擦蜜 我做了很多比较有趣的联名 我发现这两年下来 因为我开得晚 其实说真的 茶饮在台湾 现在它的密度已经比 完全竞争市场 对 已经比便利商店还要高 那我自己会开这个电视 我真的很喜欢喝珍珠奶茶 然后我对于珍珠又很挑剔 像珍珠太软或太硬 我都不行 我一定要它Q弹 然后它也不能太大颗 太大颗你会搅得很辛苦 太小颗咕噜就下去了 你就会觉得 我有在吃珍珠吗 可是要控制制成 你就要管到 整个垂直的供应链 对 所以像我们的珍珠 我一定找大厂合作 因为我必须要 就是控制它的那个品质 跟食安的部分 那在煮法 这些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煮法 我们的珍珠特别特别的Q弹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我用四季春茶叶做成的珍珠 吃起来每一颗都是茶味 然后再加上奶茶 是我很怕喝到 你这样随便讲 但是那一整个制成 你就要搞很久 所以我大概筹备了一年 那包括茶 因为每一个茶叶匹配不一样的牛奶 它会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我们的奶茶 我是用盲测 我为了怕我自己有自己的品牌偏见 所以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我是用盲测 然后测了 假设我用十瓶 我选了五瓶 五瓶再选三瓶 三瓶再重复的测 最后选出适合我们选用的茶叶的那个牛奶 因为我很害怕喝到那个很薄的奶茶 我喜欢茶味重 当然有人喜欢奶味重 我觉得这是个人偏好的那个部分 那我自己就是喜欢茶味重 所以我就这样选 然后开这个奶茶店真的是满足我个人的梦想 我现在想的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我刚刚都不敢问说 到底有没有获利 因为在疫情之间 老实说大家撑下去就可以了 而且前几个月有获利 我们现在都已经很清楚 不代表你可以一直开 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运气还蛮好的 是当然在初期我们 我们第一家店是开在西门町 但也是开没多久 当然就遇到疫情 然后我们三月开在我现在的那个信义门市 其实业绩也是不错 所以获利当然一开始是有小小获利 不然你也撑不住疫情 那现在当然就是一直慢慢的在稀释获利 每天对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 但因为当初开这个店真的是 第一个自己很喜欢 但是我也知道其实竞争非常强 所以我开始就想说 我可以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念EMBA创业主办的同学 他们刚好是做洗法经 然后我就看了一些 像日本它有珍珠奶茶的护唇膏 泰国有一个珍珠奶茶的护肤乳 都卖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台湾是珍珠奶茶发源地 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珍珠奶茶的相关 可是珍珠奶茶跟洗法经是啥关系呢 后来呢 还是是名称上的关系 没有我们是真的 我就在跟他讨论 我说我有没有办法来做一款珍珠奶茶洗法经 他一开始跟我说 学姐你疯了吗 他说这个 怎么做 我说就是有奶茶味 但是我要有功效 我说茶不是 茶类本身不是 也是可以有一些功效在 他才觉得说 对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呢我们就用红茶的萃取 然后加一些牛奶的那个萃取 然后还加了那个黑糖 黑糖的都是萃取啦 当然都是萃取 其实他是对于头发 是可以有帮助的 他是真的有功效 然后而且他的调味是拿我们的奶茶去调 可是你放在奶茶店卖喔 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在我奶茶店 我一直觉得怪 奶茶店是用加购预购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算是 现在在保养 在就是一些铜卤都可以买得到 那反而是让人家觉得洗完之后心情会很好 所以你的产品其实是蛮多元化的 但是对我而言啊 就是无论如何就是 这个跟奶茶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两种商品 对那个时候只是希望大家在搜寻 你打Google珍珠奶茶的时候 可以出现我们的那个品牌名 那个时候做这个最主要是 当然也是做一点就是行销 然后后来像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 我又跟了一个红豆饼也做联名 然后我们就到百货快闪 然后成绩也还不错 就开始去希望可以尝试比较多跨界的东西 像上个月我们就跟一个酒商 然后做了一个学家茶奶 就把他们的那个威士忌放到我们的奶茶里 只卖一天超好喝 对但是就是那一天基本上就会 就是任何东西只要它能够带气流行 对前面都是OK的 对后面就是要对要持续跟对 所以我们现在但我觉得基本的像我觉得以奶茶店来说的话 基本当然是单茶奶茶或者是珍珠 这个基本的我们一定要做 我觉得品质很重要 我做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很在意它的品质 那这是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想到要转型 开始觉得实体有点辛苦 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还可以做的 所以也在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慢慢的跟想说怎么可以做线上 所以今年才有一个新的品牌 跟一个那个世界冠军师傅合作 其实我一直觉得简佩恩的兴趣基本上是在于食物 其他的东西就是拓展出来的 也许那个你没有投太大的资金 等于就是联名的 对对对 那个厂商他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露出 我看到的这些消息 这些是广告 你都有付钱还是没有 哪个部分 比如说简佩恩跨足甜点事业乌鱼子创意入高点 像这样的东西是有 你说媒体吗 对对 媒体是自己来报道的 你看所以明星创业的好处也必须要告诉你 就是媒体自己会来报道 对媒体自己来报道 当然我创业会未必人家会来理我 但媒体报道有好有坏 有的是就是让你得到免费广告 对 有的就是说 他你知道你明明请他来 他也好好的 其实后来是倒打你一枪 对 当然也是有可能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但至少你省的就是一个广告费嘛 对行 就是我觉得媒体朋友真的都还蛮支持我的 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些吃的东西不好 我绝对不会推出 所以像我们不管是茶类也好 或是这次烘焙 大家试吃 我觉得反应真的都还蛮好的 那我们本来 其实我本来跟这个世界冠军杨嘉明师傅合作 就是要做奶茶店的开发新品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边走边吃 那不能边走边吃 如果说你是外带 你有湿气 然后你就会让那个东西变不好吃 所以 你讲的蛋黄酥或者是凤梨酥 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大 对那我想说东西不好吃 我觉得我宁愿就是不推 我一定要等到大家吃到真的都是好吃的时候 我虽然我的模具都已经做了 机器都已经开发了 我就是把它放在那里 其实你的前期投资也不小哦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一桶一桶的烧吗 要跟淡如姐多学习 别这么说 来学做线烧 我们都很知道做实体 尤其是明星做实体很辛苦啦 然后只要出任何一点点 就没事别人也会帮你找事 对 我们还遇过就是把那个地区 其实我们生也好了好些年 然后把那个现在 然后把那个地方坐起来之后 本来那个那边停车就是不用钱 你们也是景点啊 对本来停车不用钱 后来呢 他停车每个都要收钱之后 第二个月业绩马上掉一半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来收钱 但是他只有 比如说一百辆车 只有一个管理员独住入口 所以大家都进不来 然后动不动 如果要办什么东西 就把你从外面一公里 我说的一公里 就把你封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地 他有一 如果他今天要 不要让你做生意 他有一百种方法 对 对不对 他有各式各样哦 就让所有的人都进不去 而且这些是你有苦难言 就是都是这样 对 他要让你做 你其实一百种理由 他都可以让你进来 对 所以现在很高兴 就是说 当然那个房子还是我的 后来我就 我个人不做这个生意 但是我觉得简佩恩了不起 他还在做实体店 所以我们两个很久没见面 对啊 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聊到 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 跟 我觉得实体店 其实 对我来说 我觉得线上线下 应该是要整合 那过去我一直都不太懂 线上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也是逼着自己 得学习 是 对 好 我们等一下再聊 那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简佩恩 那他自己呢 有 碧茶蜜的奶茶的品牌 也跟一位 就是德国慕尼黑甜点大赛的冠军 杨家明 然后一起合作的一个 在我眼前 看起来是 蛋黄酥 他是菠萝酥 他是菠萝酥 对他是菠萝酥 好 那听说你在做线上预购 也都做的一下就满了 对 因为我们 其实今天刚 昨天12点 好像才开放预购 然后今天师傅就说 那个 没有了 我说哈 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都是手工 对 这种一波一波 应付了一个订单 然后又空了一段时间 赶快赶货 然后再弄一次订单 而且订单还是会有边际效应的递减 对不对 因为消费者都是喜欢新鲜嘛 对 那后来菠佩恩呢 其实他路程好多 就发现说 我做生意好像还缺什么 他就去念正大的创业家 创业主班 但是我说真的 后来我去 就是念完台大EMBA 我去念中 我发现我在大陆念的书 他们什么教的最好 就是互联网的 网路上的经济 怎么做 但是台湾还是都停留在实体的 是 就是能够教你网路的太少吗 因为那个变化太快了 我其实曾经有想要去报忠 但那学费真的 不是我可以想象得到的 那个待会我在 就一桶而已 没有 大概好几桶 一桶吧 现在大概是念完那两年 大概不要包括 不包括住宿跟飞机 我想应该差不多四百万吧 你觉得是台币吗 台币 还好吧 真的不好 你没有包括额外的 我现在去博士 那你就知道 比这个更贵啊 我现在在念那个中欧博士 虽然我今年去不了 我在保留学籍中 戴卫姐真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要学习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 你可以认识你自己 你会知道你的弱点 跟你的优点 那在弱势 自己的弱点方面 我现在就会想要去 把它补强 但是你不要吝息学费 有那样多的学费 一定有更 能够付得起学费的 那么厉害的同学 事实上我后来 回过头去看 我付过的学费 我没有一笔 做生意的可能没回收 但是我的学费 一律全部回收 这个我相信 因为我觉得投资 用各种方式 不是故意的方式 比如说同学 同学之间 当然失败的很多 但是刚好 我不好意思 我都遇到比较好的同学 我的同学也都很棒 对不对 他他是真正 他不赔钱 他才敢叫你入股的这种 就是互相 那我觉得也在同学的身上知道 说真的 我觉得艺人做生意 辛苦在于 我们过去的环境 都是被保护着 但我们现在等于是自己 要拿着刀枪 自己上战场 你也常常遇到 可能厂商他讲什么 我其实也听不太懂 然后但我就是比较 脸皮比较厚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 你可以再 再讲一次吗 我就会敢直接问 看你这么漂亮 一定会再讲一次 我就怕他再讲 报价就越来越高啦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也有人 也有人 他是看你是艺人 报价真的很高 然后骗你 就是想骗你不懂 你知道吗 对 一开始 其实真的不少 所以当然也花过一些冤枉钱 可是这种东西 我真的觉得 你就是不停的在 你往前走的路上 你会遇到 你就是学习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 所有的错 我只能犯一次 对 我也是 对 所以人家才会说 艺人创业不容易成功 因为我们真的不懂 你看贵人家两倍 我们还跟人家说 谢谢你哦 给我们这个价格 对 真的下来你才会想说 嗯 这个有必要讲嘛 但是这个的确是 都是过程 比演八点党 更精彩的 其实真的更精彩 对不对 嗯 以前八点党 你可能我们在当那个 就是说 啊 我是什么这个田啊 这个地啊 这个公司啊 多少多少 你都会觉得 实际上比这个课 是要复杂多了 对 嗯 好 那大家加油吧 好 谢谢丹如姐 I like 103 I like Radio